今天要來拍的主題就是我今天去桃園的關廊買了文具 那今天我到底買了幾個文具呢 我們就去看下去吧 Let's go 現在我要打開我的文具啦 我們就開始吧 這個是四支螢光筆 這個是橘色這個是粉紅色這個是藍色這個是黃色 那要買這麼多顏色的螢光筆的原因就是因為現在國中有很多個筆記要做 所以我就買非常多的螢光筆 好我們就看下一樣吧 這個就是立可帶囉 然後我買了四個替換袋 然後買一個立可帶 因為我的立可帶很多就壞掉 所以我就再買一個立可帶全新的喔 然後我們就買了四個替換袋 因為我很常用沒 所以我就買很多啦 然後今天的文具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現在鏡頭切到我自己吧 Let's go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在底下按喜歡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在底下留言 並且分享 那如果喜歡追蹤我的影片呢 記得在底下訂閱我 別按鈴鐺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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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οι